是當今世界上最多元的城市 紐約外號叫Big Apple 我們台灣自己以為說什麼 特別是我們台北 說什麼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其實這個多元 應該還是去看一看 真正最多元的城市 開直播宣告 三月出訪美國 還加碼二月先飛以色列 一個小小900萬人口 以色列可以活到現在 還活得好好的 這個我們要去看看 那到底他的秘訣是什麼 台北市長柯文哲動作頻頻 布局2020 坦白講那個畫面慘不忍睹 我實在不想看 蠻龜龜的畫面 乾隆下江南 人家也是靜悄悄 微福出巡 哪像柯文哲這樣子 議會洽急汪世堅 好嗆 炮轟柯阿伯不嘴軟 天然環境環境很惡劣 結果他們還可以活得好好的 因為以色列沒有柯文哲 以色列沒有那種 內神通外鬼的傢伙 以色列那個人家敵我分得很清楚 柯文哲去以色列是一大諷刺 在只有四天 因為沒有時間 有出門一趟不容易 你不如就靜靜的關在市府內 或者就在你家裡 你好好深自反省 柯文哲搞自媒體直播時 只有三千人在線收看 也被往事尖酸 我這邊至少就貢獻了超過 二三十個以上 那另外一間就是他的 他的工作的人 他的網軍 總是要幫他匆匆賞命 首都市長出訪大事 用網紅形式宣布 柯P全台第一人 記者彭宇德 邵玉敏 台北報導 到